小狮子的胆子到底有多大 他敢从狮王的嘴巴里掏肉吃 狮王还不敢发火 骑在牛肉上面就像荡鞦韆一样 他真是无敌的存在 这是一只大胆的小狮子 身体压在狮王的嘴巴上 让他不能进食 狮王眼睁睁地趴在那里 小狮子变本加厉大口吃肉 根本不顾狮王的感受 狮王吃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严重影响狮王的进食 小狮子毕竟还小 他也束手无策 看到这样的场面 真为小狮子捏一把冷汗 万一狮王受性大发后果不堪设想 其他的小狮子就老实多了 这只小狮子就是与众不同 大家都趴在那里 小心翼翼地提防着狮王 他却骑在野牛的尸体上面 面对狮王这些母狮小心谨慎 小狮子骑在牛肉上面 就像荡鞦韆一样 不知道谁给他这么大的底气 狮王霸气的脸庞依然没有吓住他 而且还要和狮王进行争夺 他在狮王的面前游刃有余 狮王还在狼吞虎咽 小狮子却钻在他的嘴巴下面 还用爪子拍打着他 这样的胆量简直爆棚 小狮子有三个兄弟姐妹 其他的小狮子胆子就小多了 吃饱喝足的小狮子在草地上练习技能 这对他们以后的生存至关重要 别看他们玩得非常凶 其实都没有真正私咬 双方的训练都是点到为止 爪子和牙齿都是收缩的 并没有勾到对方 看到狮王过来 大胆的小狮子直接跑开了 毕竟狮王就是他们的靠山 别看狮王长得凶神恶煞 其实他们对待自己的幼崽 还是相当宽容的 小狮子在狮王的面前来回撒娇 这就是父爱的力量 只要点到为止 狮王的暴脾气 一般都不会爆发 这些场景也只有小狮子 才能够做到 一个漆黑的夜晚 狮群再一次狩猎 狮王一口咬住小野牛 这样的动作实在太疯狂了 小野牛瞬间毙命 许多母狮也过来抢食 野牛群还在树林里寻找小野牛 此时的小野牛 已经成为狮子的美餐 母牛沿着气味一路寻找过来 他和狮子的距离近在咫尺 狮王见好就收 直接逃跑了 母狮还在那里硬扛 结果被暴躁的公牛给吓跑了 看到小野牛已经无力回天 野牛群只好离开了 狮子趴在那里狼吞虎咽 他们的行为再次惹怒了牛群 母狮的吼叫并没有吓退他们 野牛忍无可忍 对狮子发起猛烈的进攻 野牛群只好面对现实 现在是狮子的疯狂时刻 小野牛已经被他们撕成碎片 这只小狮子的进食方式很特别 狮王已经咬在嘴里了 他还要去抢 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危险了 可这头狮王并没有发火 可见他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是无比的宽容 小狮子并不知道害怕 还把狮王嘴里面的肉抢到手了 只可惜这样的牛皮他根本咬不动 被狮王硬拉回去了 这几头母狮抢得更加猛烈 爪子直接搭在脑门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简直不敢相信 小狮子并没有放弃 还在眼馋狮王嘴里面的肉 他再次把脑袋伸进狮王的嘴巴里 结果被狮王用爪子把他给按住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 这边的母狮还在暗暗较劲 小狮子也想过来分了一杯羹 他又顾忌重演 吃饱喝足的狮王躺在地上不停地咆哮 他正在呼唤自己的兄弟 由于年事已高 他的牙齿磨损掉一大截 他的兄弟已经离开狮群 没有兄弟的助阵 年迈的狮王也撑不了多久了 听到这样的叫声 小狮子紧张不已 迅速钻进他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